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某些人的首相 是头脑线跟生命线分开,不交叉的 这样的首相掌本,我们称之为穿字掌 古书说,女人右手穿字掌忘肤 男人左手视野男 那么男人穿字掌是怎么样的呢? 一、横文掌,男人的性格特点 一、横文掌的男性一般都比较独立 他们自尊心很强,但有时候做事情比较鲁莽冲动 是个急性子的人 二、横文掌的男性有点性格孤僻 同时也是比较叛逆的 他们对于事物的控制欲很强 特别不允许对自己有所悖逆 三、横掌文的男生做事情不够细致认真 往往是比较粗心大意的 故而他们虽然办事时效快 但也是错漏百出 比较多问题 四、横文掌的男性有着超高的忍耐力 他们承受能力和抗压能力都很强 往往能为了办成一件事而握心肠胆 五、横文掌的男性一般都是比较霸气的 他们有很有胆识的一类人 凡事都敢做敢当 不会轻易推卸责任 是办事有魄力的男人 二、横文掌的男人的一生命运 一、横文掌的男人的事业运势生来就比较不错 他们的性格差异决定了其的事业运势是比较适合办公类或者专业类的工作 但不太适合创业型工作 若是他们能够改善自己比较粗心的一面 或者做事情能够学会初中有戏的话 那么将大事可成 但从总体上来说 他们的事业运势大多都是比较乐观的 二、横文掌的男人是生来就有富贵之命 他们从出生起就不必为生计而烦恼 并且家中的产业较多 从小便能生活在家境殷实和富有的环境之中 也见过很多大事面 幼时能受到祖辈或者父母所打拼下来的丰厚物质条件所避厚 而长大以后也可凭借着自己的自身努力来打下一片江山 因此令人羡慕和富有之命 三、横掌文的男人肯定会在感情方面的运势会不大乐观 在首相当中 他们的生命性与感情线是分开的 因此他们的孤僻以及粗心的性格 也往往会影响他们的个人情感 不仅如此 在与女方的相处之中 他们也会容易忽视对方的感受 给自己的爱情造成一些不该有的问题 并且彼此之间还会相互猜拒和怀疑 这些都会对他们的情感造成很大的损害 致使其情怒坎坷 情感不顺 三、横掌文的男人一生财运 一、横掌文的男人是比较有富贵命的 他们从小便生活在家庭条件富足的环境之中 能够过上金衣玉食的生活 所以是能享受富贵荣华的那种人 不仅如此 在他们成年之后 也必定能成就大业 依靠自己的努力来过上富有的生活 二、横掌文的男人的财运大多都比较不错 他们做事有魄力 能够大有作为 故而财运受事业的影响 推动也是比较蒸蒸日上的 另外在偏财运方面的 他们也是占据着比较旺盛的好运 常常能受到财神爷与财神心的庇护和关照 因此将有机会能够发一些意外之财 最近很多人问 男人穿字掌手相好不好 会对一个人的命运有哪些影响 其实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只要手上有穿字掌文的 一般都比较精明 喜欢不被拘束自由自在的生活 而且胆子都比较大 所以有的时候做事情会比较马虎 做事情会比较莽撞 容易和身边人发生口角 所以有穿字掌的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要多多注意 今天我们具体和大家讲解的是 关于男人的穿字文的好坏 前面讲了穿字掌文的性格特点和财运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事业运 亲情运和感情运 一 事业运 穿字掌的男人大多在事业方面会比较成功 因为他们大多都比较精明能干 而且很吃苦 不过他们不太爱表达 喜欢自己承受着孩子生活和事业上面的压力 有时候在人与人交谈的时候会比较大打咧咧 不太注意语言交流 从而特别容易和身边人发生口角 越是身边的亲人 越是容易受到你语言上的伤害 所以要多多注意 如果能够在注意这方面 以后你的事业运会越来越顺利的 二 亲情运 上面我们说了 有穿字文的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特别精明能干 有时候在与人交流上面 不太会认真对待 比较莽撞 从而会比较容易与人发生不必要的口角 特别容易语言攻击身边亲人和爱人 所以有穿字文的人大多是六亲 缘分比较薄 生活上面与父亲兄弟走动比较少 和自己的另一半很容易因为口角去冷战 从优影响 婚姻质量 三 感情运 穿字文手下的男人大多喜欢自由 自在 不受约束的生活 而且胆子都很大 喜欢尝试不同的新鲜事情 这样的男人大多是给不了自己另一半安全感的 而且有时候主观能动性强 性格特别独立 不但自己独立 有时候他们还要求自己的另一半也要独立 有时候由于性格的原因 他们也会比较任性 不肯低头 种种缘由 使然他们的感情生活相对不会太顺利 建议穿字文的男人们看到以后可以稍微改变一下自己 这样才能拥有美好的幸福感情生活了 说完了穿字文的男人手下 一些相学知识 大家可以看看身边的亲人朋友是否有这种手下的人 我们有时候也要学着适当地去包容他们 他们也大多是因为性格使然 虽然有时候会感情上面比较强烈 不过他们的心理还是比较善良的 祝愿大家都有一个幸福的人生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时时心清静 适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感谢您的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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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啊